主料,低筋面粉160克,黄油100克,糖粉60克,鸡蛋20毫升,辅量,蹄子干1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原菜料备齐,蹄子干要剪切成碎小粒,黄油在室温内软化后加入糖粉,搅拌均匀,加入鸡蛋液搅拌均匀,加入蹄子干碎粒,搅拌均匀, 加入低筋粉搅拌均匀,搅拌成饼干面团,搅面团质细腻无干粉无颗粒,把饼干面团放在一张保鲜膜上面,整理整高4厘米,宽6厘米的长方体,放入冰箱冷冻一个小时,不是冷藏我,冷冻好了,取出来切成0.7厘米厚度的方块,均匀的摆入复豪油纸的烤盘里,预留一定的距离,放入150度, 越热10分钟的烤箱里,放置中层,用上下货165度烤20分钟,饼干表面微黄色即可,烤好了,刚刚出炉的饼干是微软的,放置凉后饼干会变成酥脆的了,烹饪技巧。 棋子干一万越没干硬的多,也比较大粒,所以棋子粒需要剪切碎成小粒,这样做是为了切饼干面块的时候能切出整齐的饼干面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